就是因为宙斯很满意自己的形象 就是这个公牛的形象 他还是没有变成人哦 他就是一直当牛这样子 没有没有后来有应该有变吧 要不然怎么做 我就会被牛角插到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音乐人间观察时之 夫妻好心情 我是关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一三五晚上九点半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 纯聊天 哪有星期五啊 星期六了 对因为今天 这个是我第一次那个 跟大家更改首播时间 Say something 因为我为了一年一度的金钟奖 对金钟奖是 每年的四月底以前就要完成报名 对但我们公司要提前作业嘛 所以就是我们就会提前教 对所以我这个 其实我还没忙完 我这个周末我都还要疯狂的赶工 对啊我还要把小孩支开呢 对因为你知道现在 今年的金钟奖啊 他又恢复了 就是在之前有的一个规则 就是要写企划书 因为前几届都是不用写企划书 就直接报名表 但是有企划书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作文比赛 为什么要写计划书 呃因为其实金钟奖 他是要你参加的是九集 报九集而已 对那计划书就是可以让评审看到 除了这九集以外 其他你的规划 对你整个系列 那我这次报名的项目 就是有儿童节目讲 其实在整体的规划上面都很精彩 所以我要用我的毕生的文笔索学 来完成它 那去年是没有计划书的 没有 哦对 原来如此 对但其实呃光是你说挑选九集 就已经是一个很困难 嗯了解 好所以你就是很辛苦在写这个 对 好 好啦虽然说要忙金钟奖 可是也不要忘记金牛座 我想这个谐音想很久 对金牛座就是 它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星座 怎样 可是我所有的那个行星中 都没有任何一颗落在金牛座 对所以我的金牛座的特质是非常 特质是非常少 对可是金牛座的特质是怎么样呢 就是很刻苦耐劳 然后很稳健 嗯然后嗯算是很会 我们之前讲的几个星座很常都会 我们都会说它是很不善理财 对不对 就是水瓶座啊或什么 但是金牛座算是非常善理财的 哦真的哦 对你看因为我没有任何心落在这里 所以我非常不善理财 可是他们也蛮物欲的 对啊我记得就是好像应该说是他们很懂得享受吧 对就是理财就是为了要拿来花 对 花在喜欢的地方 对好我这次快速的讲他的那个正反特质好了 诶等一下你没有要那个咯 神话吗 对啊 有那等一下会 哦 对 我每次会有一点不一样 OK 好正面特质呢 就是脚踏实地 很务实 然后很值得信赖 然后 则善固执 这好难念哦 则善固执 则善固执 你不要那么用力 你就是想要太用力 讲得太标准 才会这样 对啦 我对于 除以吃素 我对于发音那件事很 则善固执 你那个善不要这么用力 则善固执 则善固执 对啊 你看 好 然后他很有耐力啊 忍耐力很十足 然后很有艺术天分 所以等一下我再分享他的名字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很多艺术家 很多 特别是音乐方面的 歌手 音乐 作曲创作这样子的 对 然后还有很有金钱观念 可是他的投资是走比较谨慎保守型的 对 他不会贸然的 算是 不会冒险 就是大起大落实的这样 对 好 那负面的话就是 你看 都是一体两面嘛 因为他很折散固执啊 所以有时候会变得很 固执发展成好的 就是会变得是 很坚持自己的梦想 对 对 会一直目标一致这样 但是呢 负面的话就会变得很不知变同 对 对 然后呢 态度因为很严肃 所以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有点 很顽固 对 然后呢 很善于妒忌 对 因为他们的占有欲很强 所以呢 他很会嫉妒 比如说嫉妒你跟别人比较好啊 之类的这样的事情 对 但是他会隐忍 鸡愿 好 然后鸡愿久了之后呢 久久爆发一次也是那种脾气非常硬的 那种就是你知道公牛那种脾气嘛 嗯哼 对 然后呢 他的步调很慢 不爱冒险 嗯 对 然后规矩很多 嗯 我们公司就有一个金牛座啊 嗯 他就是非常非常会定SOP 嗯哼 然后你只要一点点不符合他的规定的话 他就会念你一下念你一下 嗯哼 但是其实规定很重要啦 其实一个公司本来SOP本来就很重要 对 可是他会变得是 比较不知变同 嗯 就是会觉得一定要坚守这些 规范 嗯哼 对 过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跟他在一起会小有压力这样子 他是人士吗 不是 哦 对 好 然后呢 他也很缺乏协调性 嗯哼 好 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啊 不是每个金牛座都会这样子 嗯 我现在说的是他如果发展成不好的话 嗯哼 或者是这样子 对 然后呢 物质主义 嗯 很拜金 嗯 这个拜金不是说是 每个人都会有 嗯 而是说如果他想要自我放纵的话 可能会演变成这样子 我现在脑子里面有一些人 嗯 就是他们真的很喜欢买衣服 嗯 然后各种鞋子 然后可能会喜欢包色这样子 他们无法控制 就是会开始忍不住的一直滑手机 然后就全部都放到购物车里 因为其实金牛座人很享受 就是很有美感 所以呢 他们对于喜欢的东西啊 会很坚持 嗯哼 对于颜色啊 对于艺术 对 很有感觉嘛 对对对 所以他不能够忽略掉 要去拥有这些东西 然后他很有占有欲啊 所以发展成物质的占有欲 就会变成是很爱 这样子的花钱法 对 对 可是还好的是他们也 其实算是爱花钱 可是也很会赚钱 哦 对 很会斤斤计较那个钱 对 所以 其实金牛座发展成 比较不好的个性的话 也有可能会 会引发出比较吝啬小气的特质 嗯哼 对 好呢 然后我们之前不是常常说 就是很肉欲嘛 对啊 就是金牛座很享受 喜欢性爱 对 那就是 他也是一个一体两面啦 你为什么把它放在负面的里面 哦 因为其实 呃 其实他应该也算是有正面的性 就是他很享受性爱这件事情 其实是 应该是一件好事 其实性爱其实就是艺术 对 他不是很喜欢艺术 性爱就是艺术 他想 他喜欢观能的享受啊 哦 观能性的 对 就是 所有的五感体验上面 他都非常希望可以顶级的 哇塞 你把性爱讲得好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哎 反正就是 这个 因为他是一个观能的享受啊 不认为他只是一个横冲直撞的一个 生理的本能而已 嗯 当然他是本能 但是他也是一个 你可以去经营的东西 好 我要来问一下他们 你敢吗 我还不相信你敢 你如何雕塑你的艺术品 对 但是如果过于肉欲的话 就会很重 很重欲 对啊 好 那我看到唐启阳啊 唐启阳老师 他在之前出的一本书 在讲到金牛座怎么样 要怎么样去挑逗金牛座的人 特别是男生啊 就是 女生怎么挑逗男生 他有说就是 因为他们很重视视觉 所以呢 最好是要穿一个性感内衣 对 然后呢 他们的敏感地带会是在胸啊 胸部 或者是背部 或者是颈部 对 所以呢 你可以用手跟唇 去磨蹭那里 我是 别的地方不行吗 可以啦 我是说 我是食人牙灰 就是我就是直接 拿人家的东西来用 对 因为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知道这种事啊 他有实验过是不是 我实就是不一样 好 那如果是 暗恋的话 他 要 就是暗恋的 那个心情 他会怎么表现呢 你说金牛座暗恋别人的时候 对 女生的话呢 他们 不会很喜欢暗恋 因为他们 他们会很 直接的 让你观察得出来 他们真的在喜欢你 因为他们就会 非常非常任劳人员 帮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譬如说 帮你抄笔记啊 或者是帮你买早餐 然后 有时候会送你一个小礼物 这样子 就是很无畏不自行的 那你慢慢的 好像是慢慢的 他会慢慢渗入你的生活 然后让你不得不需要他 对 到你发现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